100岁的贺老爹最喜欢在住家附近散步 平常带不住爱心手链 失智十年的他越来越严重 几乎每星期都会走失 照顾了家人承受极大的身心压力 照顾贺老爹的女儿其实也大概有60岁 快65岁 算是一个非常高龄的 所以只是爸爸如果不见 他也在外面都要奔波找很久 找不到回家的路 像这样的失智或失能长辈还不少 不是每个长辈都能像阿正阿嬷一样 每天带着爱心手链 就算带着爱心手链也可能会遗失 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指纹建档 一个途径可以让我们老人家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能够平安回家的方式 指纹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指纹那应的建档 把它输入到全国的指纹系统 家人需要协讯的时候 只要到警察单位 我们就可以由指纹去连结到 长辈的个人资料 找到回家的路并不难 指纹建档能在最短时间 帮助长辈们回家 大爱新闻黄子林 郭继宗 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